2. 二氧化碳 我們來看看這一題 同學 甲碗它是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不是只有二氧化碳 甲碗、水和二氧化碳它都是溫室氣體 所以甲碗是溫室氣體沒有錯 然後它是天然氣的主要成分也沒有錯 天然氣主要成分是甲碗和泥碗 甲碗是最主要的 再來因為它不太容易水 所以我們可以用排水質器法來收集 甲碗它的分子量是16 碳是12 氫是1 有4個 所以是16 氧氣是16 所以2 它有32 所以氧氣的分子量是32 甲碗的分子量是16 它們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 第13個 它說甲碗來代替石油和煤 那可以改善什麼 同學 內文裡面有提到 相同重量的甲碗 相同重量的甲碗 那它排放二氧化碳 它只有煤或者是燃煤的一半 所以它排放二氧化碳比較少 可以減少 可以讓那個溫室效應不要這麼強烈 不要超過過度的溫室效應 所以13體主要可以讓二氧化碳減少 再來 第14個 甲碗的水和物 甲碗的水和物 它是把生物的那個 生物的濕體 拿去分解以後 產生的 所以它是化石的燃料 因為它可以拿燃燒 可以當作燃料 再來 第15個 如果說我們要變成冰狀的話 它是在橫底下 在海底 海底它是壓力很大 所以它是高壓 而且那邊溫度很低 是低溫 低溫 高壓它會變成冰晶狀 有這個觀念 這一題 我們就可以輕鬆得分 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